接着另一方面讲讲简约房屋 简约房屋即简约公屋将会兴建三万个简约公屋 希望将公屋楼后拆的时间可以缩短 甚至是施领了它 这三万个简约公屋 是概概面积每一个单位是10平方米至30平方米 即是110尺 每一平方米是达到10.76尺 如果10平方米达到110尺 30平方米达到330尺 你可以看到它比现在的公屋小一点 比例没有说到 但如果平均是220尺 它住的人数可以想象不会多人 都是两人家庭三万家庭 接着它建这个简约公屋是什么意思呢 其实大家都不明白 是否等于建房屋出来呢 不是 房屋其实是临时房屋 是没有跟房屋标准的兴建 是不可以长住人的 所以是不会是房屋标准的 所以是不会是房屋标准的 它最少也要是启德标准的 它MIC 就用预製的石屎组件 搭出来 搭出来 搭出来之后 它现在的层数 就不会像是启德加四层 它说可能是十多层 层数是其中一个 MIC 即是预製组装 合成的方法 是仍未突破的樽頸 因为如果起得太高 可能是一个力学的原理 即是Low Diagram 都仍未搞得到 究竟吹北风吹东风 甚至乎地面有震荡 这些全部基本上都仍未解决 用电脑去玩Low Diagram Model 根本是错的 根本是乱来的 现在这些合成组装 靠stitching 即是靠一个箱 和一个箱之间的拼接 究竟可不可以继续很久呢? 这个是问号 所以如果你说高层去建这个合成建筑 暂时我个人觉得是未成熟的 而且合成建筑的供应厂 到现在都不足够 你都没有理由不发新牌 你不断要求用合成建筑法 接着政府就不发新牌 变成现在已经有牌子变成寡头 结果又是他们霸了生意 或者拉高了价钱 是不可能的 我们一定要引入竞争 如果有竞争的话 就算不起其他合成建筑法 其他公屋或者其他私人机构 都会用合成建筑法 但如果只是政府 在未来两三年都要起三万个单位 在广东省有多少地方 可以给你做一个合成建筑法工场呢 广东省政府欢不欢迎呢 如果我们的合成建筑法 其实有很多限制 包括运输的限制 我们其实不可以很远兴建 因为运输费实在太贵 我们一定要尽量近香港地方 去做这些预济组件 即是合成建筑的预济模组 好了 这个预济模组 现在只有几个厂 即是几个厂可以做 它都扩展了 我知道厂大家自己都扩展了 但是这些厂也有些要求 第一它是近公路 第二可能是近海路 近码头 比起来香港更方便 但是另一方面看 就是我们够不够 这些运输的地方 包括码头 包括码头的仓库位置 够不够去储存这些合成建筑组件呢 现在不断推合成建筑 最终可能 没有办法供应到 没有办法供应到 足够的合成建筑组件来香港 结果是拖满了进度 好了 另一方面 如果我们真的要做 可能我们起码 是比起现在香港 或者中国大陆 所拥有 可以兴建合成建筑组件的工厂 可能本身的生产力 要增加十倍以上 十倍至二十倍 究竟广东省 是否容不容许这些地方 这些工厂 在广东省很多地方 都是不欢迎的 它们只是欢迎药厂 没有污染 没有环境污染 没有噪音的工业 它是否欢迎你香港 去做合成建筑组件 这是我们要疑惑的 如果它是欢迎的话 是否可以给你 现在增加一段十、二十倍的生产力 我们也会疑惑的 好了 就算这个解决也好 原来我们在三万个单位 是大概要用一百二十亿元 为何出来呢 现在公屋大概是一平方尺 大概用二千元签约 现在正在升价 然后在三年的建筑期里面 通常都要保证十多个百分比 所以 全体公屋现在每一平方尺的 兴建费用 大概是二千二到二千五元左右 这个不是说合约价 而是说找数价 因为公屋是有跟紫水补偿的 即是跟建筑的消费物价去补偿 好了 接着 现在这个简约建筑 我当政府用九折租给香港市民 即是政府在一盘数上 开支也是打个九折 即是说 如果本来是二千二百元一平方尺 它一定会降到二千元一平方尺 找数计 好了 接着它平均单位是当作二百二十尺 即是一个单位四十四万左右 四十四万建一个单位 总共建三万单位 就是三四十二、三四十二 其实是一百三十二亿元 即是用一百三十二亿元 去建三万个单位出来 好了 这三万单位要霸摘多少土地呢 李家超说 这些单位 即是说 这些中转房屋 或者这些简约的房屋 只会大约十层高度左右 可能高一点 但是不会太高 因为合成建筑本身 都太高 已经算不上数了 好了 现在用一个最简单 可以驾驭的技术 当作平均起十层 即是比现在的公屋 三十层 是少三分二 即是说 这三万个公屋 可能要霸佔大概一百五十公顷的土地 一百至一百五十公顷 看看它有多密化 看看它有没有花圆 有没有外围 好了 如果要这么多土地 用这么多钱 即是说 用一百至一百五十公顷的土地 再加上一百三十二亿元 去建房屋 值不值得呢 房屋将会用五年 去比大约三万家庭入住 那些家庭可能是一人单位 可能是两人单位 去到五人单位 入住完之后 公屋隆楼拆的时间 就突然间有三万供应 比起大约有一年半的供应 增加了 就变成了 令到公屋隆楼拆 现在的十四万四千人 不计那十八岁 公屋的十八岁 那九万多人 不计 只是计本身 它一直做来量度的 十四万四千家庭 这个数字 一直在一九九五年开始 一直没有怎么升 都是十四五万的数字 即是说 每年我们供应的公屋 是没有办法足够压低的数字 但如果 我们今年仍然供应 一万五到二万个公屋单位 同时我们增加 在两三年跟三万单位 即是几乎 将公屋间位增加 是可能五成一倍 每一年计 变相 就可以将公屋轮后拆拆的人数 户数 由十四万四 可能降到十三万 甚至十二万水平 就是李家超所说 就是平均轮后时间 就会快了 甚至可以封订 但这个也可能有些造作 政府要做到这个比例 只是很简单 原来我们看看 现在公屋的平均轮后时间 原来不同的人数的家庭 是有不同的表现的 我们看看 原来 一人家庭 现在不是刚刚五十八岁的排队 而是一人老人家 即是一人长者单位 原来他们一直都很快上楼 平均以前是两年的 现在是四年 大约三年以内上楼的 有占了百分之三十 三至四年的14% 四至五年的就是43% 另外五至六年的9% 六年的多过六年的6% 即是说 你见到一人长者单位 其实他们的轮后时间短很多 但如果你看到两人三人四人五人的单位 最多 对于高分分配来说 两人三人 两人单位是最多的 有一年可以分到五千三个单位 三人单位是三千六个单位 四人单位是三千五个单位 但当中如果是超过六年的 平均都是六七成的 要有六七成的家庭 即是说 今年获得偏配两人 三人 甚至四人单位的 平均都有六七成的 要六七年时间 才可以达到 平均是两人三人四人家庭 有七成人 要超过六年才能上楼 如果李家超一次 要丢一些单位出来 丢一些单位出来 那就好很多了 他丢了一些单位出来 令到这些家庭 多数人上楼 将会少于六年的时间上楼 但另一方面 刚才看过一人单位 一人单位的数换很漂亮 如果再在一人单位 着想起多些人单位 10平方米 即是110尺 起多些人单位 就将一人单位排队的人 拉出来一次个给他 第一 起单位数量容易了 因为是小单位 同一座楼的单位数量多了 第二 亦可以很集中 医治了一人单位的轮后时间 可以变相 令到一人单位容易上楼 亦可以压低整体的轮后时间 即是说政府 在3万个简约房屋里 其实还可以有估计出 目的就是令到公共轮后时间更漂亮 但实际上 二、三、四、五人家庭的轮后时间 可能不会大大变 好 另一方面看了 另一方面看件事 我们怎样看现在的简约单位 什么是简约单位呢 第一 简约单位不会放货柜给你 因为本身的永久房屋是有标准的 原来建公屋是有十个标准的 包括外围的花草树木 包括结构、道路、水电煤 全部都有要求标准的 原来这些标准 本身是公屋的标准来的 我相信政府意思是把标准简约化 就是把标准降低 降低标准之后 就可以令到它建公屋的时候 成本省了 时间快了 可以尽快推出这三万单位 但推出这三万单位 又用了我们一百公顷土地 一百三十二亿的公帑 本身香港拿土地出来 找土地出来建公屋是难的 现在又把土地建了这些房屋 变相快了入伙 但其实当五年过后 他们要走的时候 这些人是没有屋住的 新的公屋 即永久公屋 因为霸了一百公顷土地 他们又辞了供应永久的公屋 变相李家超这个简约房屋政策 可以短时间之内 两三年之内做到很漂亮的数字 但在五年之后 他们会面对另一个问题 就是说这些人离开这些简约公屋的时候 是没有屋住的 即是说 其实这个问题是移后了五年 而并没有解决房屋问题 并没有解决房屋问题 可能是没有解决房屋 但基本上这只是治标不治本的方法 好了 讲完房屋 讲完房政策 房政策当中 我的评语 就是李家超走遮面的 也可以这么说 我也挺欣赏的 起码看到林郑月娥年代 王伟伦和陈凡两个白痴 完全没有想到遮面的 他仍然死了一天 整天都撞在墙上 公屋又做不够 十年房屋的策略 即是说房屋供应 他又做不到 结果全部拉爛了所有东西 所有数字都错了 所有数字都肉酸了 但是李家超就不同了 李家超这次 当然王伟伦也在 也有份做这些数字 但走遮面 即是说陈凡根本是一个白痴 现在王伟伦或者宁刊豪 宁刊豪 宁刊豪 再加上陈凡波 再加上李家超 他现在把房屋供应 第一 是把整个问题摆后五年 就给五年时间自己解决 但是摆后五年 其实是消耗了 现在本身很难找出来的 一百公顷土地 是利用这一百公顷 本来已经兴建永久居屋的土地 再加上一百三十亿 进去 建一些差点标准的房屋 然后就希望 在未来的几年 将现在公屋轮后拆的时间 按下 变相将自己的问题放后五年 放后五年有两个看法 有些官员可能觉得自己做不到 多一届 所以放后五年 他这届只做了这个标准 做了这个工作 降低了公屋轮后时间 其实夏家庄就要处理 接着会升的问题 因为这些房屋 结果住了五年之后 就要出来 他出来的时候 你给不到公屋给他 这些人又在轮后拆就出现了 轮后拆的人数 会由十四万户 跌了 我当他每年都没办法再变 因为增加的需求 不断输入单程证 每年增加二万个单位需求 但他又供应二万个永久居屋 刚刚平了数 所以现在公屋轮后拆 长期都是十四五万个数字 好了 这十四五万个数字 你突然多了三年来 我当你多了三万个单位 接着就将十四万 降到十一万 但这三万单位住了五年 即是大概六年至八年后 他们出来的时候 这十一万 如果你不改善的话 他又会弹回到十四万 即是只是把问题摆后了 但我们的成本 就要扔一百公顷的土地出来 和一百三十亿出来 这一百三十亿又不是什么钱 但一百公顷的土地就是问题 一百公顷的土地 本来如果可以建永久性的公屋 虽然会比起临时公屋 或者简约公屋 建筑时间长一点 因为建三十层和十层的分别 标准也不同 但另一方面 本身一百公顷的土地 可以供应成九万个单位 因为它起高三倍 但现在只起了三万单位出来 现在我们不是那么多地 我们不是没有地 而是政府一直没有在土地的规划 或者将山地变熟地方面 好好地铺牌 所以导致香港政府 现在是没有地好用 是有地的 但它没有用 譬如将军澳 由江工业区一路向南行 到佛堂门一五七区 二百公顷的土地摆在那里 没有用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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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做这个西方Mation 没有什么 这些土地 如果这二百公顷 拿来建一个公屋 居屋 或者私人楼 可以供应到二十万个单位 但它现在 拿了一半出来 只是建三万个单位 所以我们的成本 是将部分土地资源用少了 然后换来 政府在数字上 靓仔了几年 我自己个人认为 我宁愿不需要 这些数字的包装 我宁愿 你据实地说 我们的公屋轮流策 越来越长 又去到六七年了 但是 你不如在永久房屋供应方面 是着手做好它 就好过 你只是骗大家 在未来几年 在数字上靓了 但是几年之后 数字又彈升了 接着 我们本来 是有一百公顷的土地 可以供应九万个房屋 但是你又将一百公顷的土地 就建了三万个半桶水的公屋出来 质数又差一点 好了 结果 将来这些公屋甚至要拆掉 这个社会成本 或者我们现在 这么真刊 就是这么缺乏土地资源的情况之下 其实不是很应该 因为这个 这个纯粹是化妆化出来 好